说到意见莲,可能很多球迷都不觉得,他如今是中国男男一哥的身份,因为实在是太低调并不像孙乐,孙楊等名将一样,平行出现各种活动,不过虽然只顾着训练而很少路头, 但作为男人的意见莲,在自己豪车方面还是不输任何人,可能很多人都知道,问豪车的话,国庭和国足这两支中国之名球队都是当仁不让,其中留国梁的奥迪Q7和保时捷已经很多观众见过了,当然还少不了就是张细科的兵力,特斯拉等,不过在这方面,要数最高调的还是默克鱼国足, 老牌们像杨志·埃斯顿·马丁迪B9,国足备长冯乔廷入虎和尼桑·莫拉罗,赵明健更是直接送给自己宝贝儿子的法拉利,相比之下,作为中国男男一哥,利益见莲,却很少是有位拍到, 甚至说除了球场上的表现,阿联都是有着广东人的低调,务实的特点,但最近,有网友也是拍到了阿联拍的座驾,却让人意外的是, 这辆车国内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好车,1987年出生的一届连,身高两米13的他如今实际姚名之后,中国男男的新一届顶梁柱, 15岁就进入CBA并为广东东管银行对效力,17岁就入选中国男蓝国家队,更是曾两度进出NBA联赛, 而如今,已经31岁的他手拿CBA历史上四次获得常规赛MVP和总冠军,当然,这位一个如今的年薪是高达2000万, 是属于国内球原最高的一个薪水,这也是十分符合他的数据和身份, 但基本上,2014年就结婚的阿联基本都是只见他出现在球场上和训练场上,最多就只是到美国进行特训, 所以以前的具象,都是让人很好好奇,不过这位好男人,也是和一般男生一样,有着共同的嗜好,那就是爱车。 在最近这段球赛期的时间,有球迷就偶遇到了很久没有露面的阿联,没有参加国家队比赛,也还没开赛的原因, 阿联当天就正好到千万银行大厅办理业务,在离开的时候也能看到, 阿联的座驾是一辆黑色的SUV,和一般篮球运动员一样,因为是升高的问题,所以很多都是选择SUV的车型,而这仅仅是一台X5越野车, 不过,这并非阿联车库中最特别的一辆,最让他爱不惜手的就莫过于这台165万的卡片,是前段时间,牛王腰在健身房外看到阿联开的, 但其实这也并非是一辆标准的卡片,而是通过改装的,疫情盖上的车标换成了ROMS,名为如虎的超考俱乐部,马力上到了411匹,刹车卡钱已经换成了好几万的ROMS标志卡钱, 内饰也是比一般宽敞很多,值得一说,这可是在国内很罕见的,可能会达到有钱都买不到的地步, 然而阿联的豪车是不单单只有这两辆,还有风险越野车,路虎,宝马535GT,宝马M3,宝石杰卡页,宝石杰帕拉梅拉等,一点也不比,国足的差,不同的是, 虽然拉连豪车已经达到千万级别的,但是从来都是很低调,甚至还和母亲一样去菜市场买菜,真的是低调入路人一般。 对面词